港股經歷完昨天的股災之後 今天就有些反彈 今早一度曾經反彈超過300點 重上25500點的水平 我們看看今早恆子的走勢 恆子今早高開135點 之後升幅曾經一度收窄 去到只是升20點 升幅曾經縮到25286點 不過在騰訊升幅擴大之下 大市很快就回湧 最多是升超過326點 高見25592點 半日成交見到有超過586億 恆子中五收市升297點 收報25563點 國指升140點 收報10233點 中國9月外貿進出口數據公佈了 9月出口是遠勝預期 當中以美元計 出口按年升超過1.4 遠勝過市場原先預期增長8.2% 而進口亦增長超過1.4% 而貿易順差都多過預期 有近317億美元 頭三季以美元計的出口增長 都超過1.2% 進口增長也超過2% 而海關總署就說 頭三季中國外貿進出口 較預期快 是全年外貿穩中有進 奠定了就是堅實的基礎 但受到高基數的影響 今年第四季外貿進出口的增速 有可能會有放緩 這時候我們找到今天的嘉賓 盧智明、Ken 和我們一起談談 Ken 你好 Ken 見到美股隔晚 雖然還未止跌 但港股這邊就率先反彈 你看現在是否是一個技術性反彈 這個聲勢 可否在下午繼續持續 暫時相信 應該都會慢慢有好一點的表現 但表現會厲害到多久 和會彈到多多 這個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因為外圍市況始終不是很穩定 以及比較多的離譚人數 當然今天出了國內的出口數據 其實好像大家覺得不是很差 但都沒有連累一些經濟數據 我想滯後 滯後一些訂單 一些未來的一些真正反彈簿的水平 應該是都要數下去 我想12月至1月開始 會更加清楚 始終都是因為在12月前 或者11月附近這些 說的是美國那邊的彈簿 我想都是會集中在9月至10月至57 你中美密密戰剛剛拿著這個世界 數據上未必完全反應不好 如果你純粹借回這個數據 而令到股市有很大幅的空間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特別大可能 只不過就是恒生指數自己本身 其實在說國慶黃金酒 即是國慶節回來 在說國慶貸在2012月前 就是國慶貸的水平 根本身就是國慶貸的水平 就是國慶貸的水平 所以它們已經在2012月前 它們已經在2012月前 和國慶貸的水平 那你做一些正常的反彈 你做一些正常的反彈 去一些比較暫時的 短時間和合理的水平 去到2012月前 這些相比是大關口 因為過去10年 恆生指數衝穿25,000只有3次 一次是美國金融開銷07,08年 一次是15年港股大時代 一次是今次 三次都是不約而升穿25,000之後 就做了一個多大的升幅 但是之後呢 如果側穿25,000之後 就會跌得更加深 所以25,000就是一個分水 所以昨天就回落25,100點 我想在這個位置會做一些反反 但是反反如果你要上去一些 比較厲害一點的水平的話 我想暫時一個關口位 26,100點附近是第一個關口位 如果爬上去的話 可能會彈得更高一點 而且可以拿時間來做一個拿捏 因為8月、9月那兩個月 都是去到月初 跌到月中附近 接著就反反 現在都在說12號 下個禮拜回來 都在說15、16號 我想都很符合這兩個月的反反條件 所以現在這一層 大家都是放著一個反彈 反倒上去 26,100點附近 樓上去再望高一點 我想短天來說 就是以26,100點為一個分水零 好啊 先看著26,100點 我們看到港股有些反彈動力 不過看到內地股市那邊 今早都是反覆偏遠 但不起 看到中午收報就是2580點 剛才提到一些貿易戰的影響 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在接受外電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說 他的政策已經導致到 中國的經濟 基本上就是大幅下降 又說如果他願意的話 將會有更加多的招數 那麼貿易戰的陰霾 就將會 是否你看都會繼續影響著那個A股呢 在國會中期選舉之前 對方普仍然都肯定是靠靠陣的 是 一定不會有任何放鬆的餘地在 因為要為了選舉 要有個放鬆的時候 就一定要看完選舉之後 究竟中期選舉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才會有個多一點點的熟悉 或者真的坐下來去談 所以現在10月中 去到11月中附近的位置 還有一個月中 我想特朗普的指手橫腳 仍然會繼續 也都他的一舉一動 尤其是看到他那個犯罪無償 正如他講的 聯儲局假釋那個動作 其實聯儲局的法威爾都是他那些人 他都可以拋棄這個 聯儲局說他為什麼要假釋的 你就知道 特朗普無論在政策層面 或者在那些經濟的層面 都是有些出來之後 就不理你了 有些都是叫信口開河 或者是喜歡罵誰罵誰 這個情況 都仍然會為重為遲 所以對這個詞來講 跟回市本身的運動 都是以它的主調 都是調整局局局局 仍然反覆塵制局局局局局局局 當然偶爾有些機會 是做一些明顯的反彈 但是你的基本因素 沒有任何反彈的轉變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明顯很大的反彈 所以你覺得很難 回到國內市場 其實熔斷機制的位置 已經穿著 低於熔斷下面的位置 我覺得不要強行 要平頭 希望人家會出手救市 不夠不是壞事 反而讓它自然 去做一個市場的挑戰 可能會好些 如果又有什麼救市 就會打亂了市場的 正常運作 這個未必是一個好事 我相信現在反覆覆 都可能是分融資機制 附近這些的水平 要先反覆一段時間 因為早前大家很興奮 國慶之前 上證衝上去2,800頭上 我想那陣氣火 現在有很長時間 沒有這麼大可能 就會先走上去 除非突然一下 說有很多政策 一次過湧出來 這就是另外一個必論 或者是後話不 如果不是的話 暫時要爬上去2,700頭上 2,750那些位置 暫時都有一些舉步為間 也不確定 好啊 我們說完內地股市和港股之後 不如我們看看 很多觀眾都開始陸續問 就是騰訊 今天其實都是騰訊 貢獻大市是上升的 連跌了10天 不停創新低之後 今天終於有反彈 一開始就已經升10元 開市是277元 其後的升幅是擴大 重上280元的水平 中午收市都升到5% 收報280.6元 另外其他的一些科技股 都有反彈 好像信譽光學 都升到超過7% 而瑞星科技也是 中午收市是靠穩 升到0.3% 見到信譽 我們就看一看 騰訊說 有傳就是騰訊旗下的 騰訊音樂 因為近期股市波動 而延遲到美國上市計劃到11月 根據這個上市文件 騰訊音樂計劃集資 是10億美元 是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之後 最大的中資股在美國上市 Ken 看到近期美股都比較弱勢 搞到騰訊音樂 都要推遲去上市 而在中國內地 遊戲牌照問題 都還未解決得到 看這些負面消息 會否對騰訊來說 都是負面影響 今天是否只是死貓彈 其實死貓彈 很多時都會彈幾天 如果你根據行鎮指數 看看行鎮指數 究竟這一層 剛才我所提及的26,100 肯不肯咬腰上去 如果肯的話 彈力會比較強 其實你見到騰訊 一路跌下來這一層 其實275元那個 是我自己本身第一個位置 良好的一個 短期的大位 昨天一個列口下來 叫做跌多了 我覺得某程度上 對市場來說是跌多了 現在回來修正 275元 我仍然用分 如果用275元做一個 短期底部位置的話 應該照道理 會有一個短期 有幾天的反彈在 但是反彈你看到很明顯 如果投資者有些啟動了的話 都明顯看到 一個下跌浪仍然在伸促 只不過是跌完一層 就做一個反彈 但是看到每一次的反彈 那個力度 其實上一轉 其實反彈力度已經相似 已經比較陽錯 也都看到 每次去到任天線 就已經無以為計 即彈不去 現在二十天移動明昏線 慢慢坐下坐下坐 對三百零五元邊附近 但是如果你隔多兩三天 三四天的話 那二十天線就會再下來 我想有機會慢慢 逐步貼結三百元邊 即是說騰訊 給大家一個希望做反彈的話 我想去到二百九十八元 三百元邊那些 可能已經有些行人自暴的感覺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純粹都是以一個反彈的格局 來做這一轉的形態 不是一個明顯轉勢的正常 因為始終 對騰訊來說 去年是鼓王 提升到你不信 今年明顯落難引 應該很大機會 仍然跌到你不信 所以這一個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著 我看到有些觀眾都問 現在可否又做回潑或紅 現在這個時間還未是時候 這幾天我就不做了 是 等它彈過幾天線 如果真的不接到 剛才我所說的 去到十天線樓上 二十天線附近的 你去部署紅的 可能會好些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一轉其實紅是比牛 是容易拿捏的 牛 但是如果大家跟到韻律榮 明顯看到這一兩天開始反彈了 你跟到韻律榮的話 你可以用回什麼呢 用回剛剛蓋底部位置做紫線 牛其實都可以叫短線走一轉 但是如果把握程度來說 牛其實是容易拿捏的 嗯 好啊 另外我們不如看看順宇吧 看到順宇公佈了 在國內的智能手機市場分額上升 市場對於最新數據都收穫 看到今天股價反彈了 看到大罕大摩 就讚順宇九月的手機鏡頭和模組負運量 都比預期好 相信勢頭可以持續到十月 不過受到這個需求減慢 和季節性因素影響 預計十一月和十二月的負運量 有可能會接連下降 維持與大市同步評級 目標價繼續是$95 高盛認為順宇的三攝鏡頭 和3D的感應攝像頭 增強了自動化功能 有助改善今年下半年 至明年下半年的模擬率 預計越來越多Android機 都會採用三攝鏡頭 目標價是$136 評級是買入的 另外瑞信也說 相信九月的出貨量 對於股價會有正面支持 公司內部重組之後 亦開始見到業務有改善 不過當前市況波動 和貿易戰持續之下 短期無利率會繼續受壓 維持跑贏大市評級 目標價大減兩成 到$108 順宇今天終於有反彈 不過仍然處於今年的低位 有大行不太太好 就是他年尾的交易量 Kent 你對於順宇有沒有一個 你覺得有沒有一個向上的動力 或者上網可以多少 我想股份下跌了這麼多 借勢久不久都會做一些反彈 如果你看回這批700 2382、2018 2017年的龐大升幅 其實現在正在消化中 如果你看回2017年 1月起步 順宇都是在做40元編 最高都升到170元 這些位置 升了差不多3至4個月 隨著市況轉弱的話 這些股份 股值去年相對的高的話 今年就要逐漸逐漸 吐出來的 當然你說營運數據 剛剛出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去年的龐大升幅 仍然在消化中 這輩子 我自己覺得 大家只可以看兩個關口 要兩個阻力區才能夠收復的話 才可以叫做 開始慢慢穩定 要逐級逐級轉好 因為看他們的移動平均線 那些五十天線 那些 還在飛下來 要短期裏面 很容易 要短期裏面 做一個轉好的跡象 其實很難 只可以 即使沉到底也好 在這個位置 都要整股一大輪 才有機會做好一點 所以 今天 扮了上去 借了數據 但是市場 如果一直彈上去 正如剛才收到二萬六千元 停一停的時候 我相信 這個二三分二 很大機會會貼著 85元至86元 這些位置 再看看是否知道 再向運彈上去 嗯 好 我們看完 一些科技股 說一下 就是華晨中國 因為很多觀眾 都已經陸續在問 看到華晨中國 向保馬出售 額外兩成半的合營 華晨保馬的股權 並且將會考慮 派發一個特別股息 昨天 華晨停牌 今早一復牌 股價急射下來 看到開市立即跌了超過一成七 之後 跌幅擴大 曾經跌超過三成 低見過七五毫一 中五收市也要跌兩成四 看到收報是八個一毫二 看到多間大行 下調華晨中國的目標價 美銀美林說 交易最終作價仍然未知 但認為初步作價290億人民幣 較預期估值低 又說 考慮到華晨保馬在第三季度 對於經銷商的補貼 將2018年每股盈利預測下調10.6% 而匯豐和瑞信都認為作價低過預期 其中銀國際亦說 作價對於小股東而言是不公平 又說華晨的長期核心價值已經大幅下降 而瑞銀亦覺得交易令人失望 預料是出售合營持股 將會令華晨的盈利減少超過五成 計算派特別股息和X5的貢獻 華晨股價的潛在合理值只是12.3% 所以列入觀察名單 看到大行也不太滿意華晨出售 出售給保馬股份的作價 你有怎樣看 作價比市場預期比較低 所以今天回來的反應也要先插進去 我自己覺得這個其一 其二都不可以賴這個價錢比較低 不要忘記因為它停了牌的時候 港股自己本身 這幾天跌到1.6% 你追回那個跌幅其實我覺得都合成合理 現在在這樣的水平 因為華晨很可愛 大家如果一直有環開的話 它很多時候延續升浪的時候 就升到你不相信 但是一延續跌浪的時候 就跌到你不相信 所以今天曾經跌了最高 跌了差不多三成附近 現在要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看這兩三天 因為市場裡面始終都可能有一些投資者 都重慶不會有個特別色派 這個都是有個斷線的支持力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看回它自己本身 一直在神體有個大熱口下來的時候 可能股額還未完 以它的平均由1.2年到現在 1.6到現在比較貼著地的一些底部位置 說的是6.5附近 我想這些是一個真正的 比較大的防守的能力區 而1.8元邊附近 是5波的 未必會立即一摸摸到6.5 但1.8元邊附近 可能是1.8元 至到9元邊附近 就躁躁躁躁 但是我覺得不明朗因素 對它來說都仍然不太多 尤其是接下來 到來自己本身的消費市場 有的汽車 這一點大家反而要留心 而且要留意 但是如果有貨的話 股價又跌了這麼多 現在其實大家怎樣部署好呢 或者在現水平 始終經濟也是一般的 汽車的銷售數字 亦是令人不太樂觀 你看是否其實現在都不要鬧貨 鬧貨就不應該難貨 其實如果你要鬧貨 有很多貨 在市場裡也算是便宜了很多 大家相對一起便宜的時候 就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有很多不同值得選擇的股份 就比起一些仍然是叫做 不明朗因素更加多的股份 還好一點 所以要即使去納貨油 或者去部署都好 都是選一些基本因素面 比較穩定 和比較中善一點 也沒有那麼多不明朗因素困擾的股份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大家都便宜了 已經 即是汽車股都不是一個好的 一個直撲的板塊 現在是不是 汽車股絕對不是首選 因為明顯看到2018年 其實年初到現在開始 已經有一個放緩的積場在 他們很多車廠都要求過減價 而去博取量 這個不是一個很不明智的做法 但是市場就是逼到你要去總金 就是因為市場明顯的需求是放緩 那你就要主要減價 你看到有幾個車廠好像長城那些 其實一直減價下來 始終都會拖累其他車廠 在市場去變 他們的價錢和敵位 這些都是大家要留意 因為始終減價做到整個板塊 都會做到股價或者毛利方面 有個明顯的落差的時候 整體整個板塊不會降到去變 好 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看看其他觀眾的問題 有觀眾想問賭股27號 他就說 他在65.5元和54元都有貨 他就問現在是否應該要走呢 幾千走好呢 其實見到銀魚 這一輪走勢都持續向下 今天又有一點反彈 見到是升到3% 總共收報是44.45元 Kent 你有建議 觀眾在65.5元至54元都有貨 現在是否應該要走呢 還是還是可以保持住呢 一路都沒有走的話 其實很多投資者 其實邊上 不是那麼容易給到建議 這些不肯走的投資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明顯看到股價一級一級 跌穿支持位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要走 現在來到這些水平 我一跌得更加深的時候 才問去還是留呢 我想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 你可以參考10月 剛剛黃金洲出來的情況 黃金洲的情況不是很差 但是市場不行的話 它彈花一現彈完一針之後 再反覆塵費 你只可以拿捏到一些 叫做比較對它的行業 是有你的時間性 去做一個出貨動作 如果你有留意賭業股 其實比較強勢的時間 通常都是說五一 接著就說十一 接著就說農曆新年 你現在過了一個 這個十一的情況之下 那個股價是反覆低下來 是一個很合情合理 因為已經過了一個 第二個黃金期 第三個黃金期 今年可能會還好一些 因為大家數一下手指 或者看日期 看到農曆新年是早了的 1月5號、6號 這些已經是農曆新年來的 不是2月 所以如果你現在10月 你迫了消費市道 到12月、1月的話 可能對它們那個 發生的時間性 或者股價跌下來的空間 可能會減少了一些 因為始終接下來過了 11月尾 去到12月附近中段 大家又可能 部署農曆新年那個假期 對這個賭股的效應 但是現在到11月尾 12月附近呢 其實都還有一段時間 市場如果仍然要插的話 都不能夠獨前其身 你始終兩隻賭股 最大的兩隻27、1928 都是恆首指數成分股 現在你見到 現在恆首指數 講一下講一下 萬分388 12點 如果你計算現況 都很接近我剛才所說的反彈 有機會慢慢陸續飄前 到11月附近 對賭股的大劇 也有機會做得更好 但是說 不去到剛才那位聽眾所買的位置 我想短時間來說 未必會做到 是 比較難些 觀眾可能趁著反彈 就可能先指示離場 我們今天就跟Ken 談到這裏 想問一下Ken 有沒有遲留剛才說的股份 全部都沒有遲留 好 我們今天謝謝Ken 最後看完 就是中午開市了 見到港股越升越有 見到現在 就是上去25,600點的水平 見到今天的節目時間 就到這裏 我們下午 還會有收市有計 到時再見 拜拜